NPR的内容让我看见识到很多 那Garrison Carrot的广播的东西 它其实它启发了我很多东西 所以我后来我自己也曾经玩过一些广播的东西 那例如说我们这一次表演里面 我们就有一个单元叫做回到历史现场 回到历史现场的概念就是说 很多历史的现场其实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就带大家到贝尔发明电话的时候的一个贝尔家的现场 因为贝尔发明的电话 他当然也是第一个接到诈骗电话的人 所以我们就回到当贝尔接到诈骗电话的时候 的那一刻 那我也带大家回到1949年的广州的码头 因为开往台湾的最后一艘船要准备要走了 那广播里面那个船长就跟他的太太交代了一些事情 他是用台语讲的因为那边人都讲广东华 所以听不懂台语 他就跟他讲一些秘密 那我们也带大家回到吴三桂 为什么会开山海关 引清兵入关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非常关切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事情 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吴三桂 就等于把清兵引进山海关 那我们带大家回到那个历史的现场 还有呢 我在台北每次表演 大家都笑翻的一个段子 就是司马光打破缸 救小孩的那个过程 那这个段子是我一个人演 从头演到尾 大家很少看到 像我这个年纪的人 为了生活还必须卖命演出 我这种夺命的这种演出 让太多人感动 所以当我演完的时候 要求大家捐款的时候 通常捐款都还挺你踊跃的 大家说 光源休息一下吧 不要太累 我用这种眼泪攻势 让大家知道 艺人是不好干的 你看小S这两天 不是也就哭了吗 可讲到小S哭 我突然想到 竟然有一个新闻人在那边骂他 这个人就是以前跟黄玉焦在一起的 那个叫什么 周玉寇 周玉寇 你周玉寇 谁都可以去骂小S 就是你周玉寇不能够骂小S 为什么呢 这两天大家看我的部落格 我赶快回去把我们当年 我当年就是修理周玉寇的文章找出来 当年我修理周玉寇的那篇文章 那个搞笑的 在给我报报的新新闻里面那篇文章 光是标题 就让大家知道 真的是报效 那个标题叫做 黄玉焦构事件小词典 我把黄玉焦后面多加一个构 黄玉焦构事件小词典 好像是这样子 所以你周玉寇 你用这么的一阵词严的方式 你是马英九附身了还是怎么样 一阵词严只有马英九可以来演 你周玉寇你演着干嘛呢 骂小S那些东西 小S再怎么不堪 我老实讲 台湾这几年 我觉得在整个的所谓的这种talk show上面 蔡康永跟小S的东西 有他们的一些 我觉得在 当然做久了就已经疲掉了 可是刚开始的时候 以他们这种形式来演 台湾对于中国的影响之一 其实据我自己在旁边的观察 这个节目 康熙艾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它其实带动了整个 尤其是像中国的所谓pop culture里面的 一种曲式的东西 因为蔡康永 他真的是太冲突 小S反应真的是太快了 我们今天因为一些小事情 一些像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整个磨杀人家 其实我觉得也有点问题 尤其是周玉寇去做这个磨杀的动作 我觉得根本是非常不堪 那总而言之 我刚刚讲到哪里 OK 我刚刚讲到说 我这两天要把周玉寇这篇文章 登出来 让大家在我的blog上面可以看得到 广义交扣事件的那些名词 那总而言之 我觉得我这次的表演 因为票卖到现在 好像卖得不是很好 那我的朋友都跟我说 哎呀高雄人呢 都是最后两天才去买的 我说希望如此啊 真的希望如此 所以呢 这次呢 还是拨命的到高雄来 你知道推销的锡票 你知道吗 可是我觉得绝对不会失望 因为给我抱抱在台北 做那么多小剧场的东西 我们有我们的名声 你知道吗 那真的是很好笑 而且我觉得给我抱抱 由我来主导的剧本表演 我们的整个布景都很阳春 我们的很多东西 根本就 我跟你又不在乎这种东西 我曾经在古顶街小剧场里面 有一场戏是在讲秦始皇的 秦始皇的衣服 他的帽子什么 全部都是我自己手做的 所以大家知道说 其实草率的程度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是台北小剧场的时候 从来没见过的 可是大家是从头笑到尾 就是因为草率 因为给我抱抱就是那种 摆明了就是不专业 摆明了就是笨蛋 摆明就是一些蠢材不知道在干什么 当然我这个东西不是在讲马银酒 不过跟他也挺合的 你知道吗 给我抱抱做了这些事情这么多年以来 你知道吗 简单讲就是一个RQ的东西 所以大家来看看RQ的东西 你知道吗 那我觉得 都不讲别的了 以后也许大家对于喜剧这件事情 有一些新的一些想象 我今天早上 你知道 突然间我坐在那边 看一本书 我看看我就突然想到一个 又是一个历史的现场 我一直在想 火这件事情 火 人家说是后来人类发明的 我说No 我说火不应该是人类发明 火 应该因为森林火灾到现在还是有啊 对 能够说以前没有森林火灾吗 当森林火灾发生的时候 原始人看到的东西 它们应该会有什么样子 发出怎么样子的声音 对不对 所以今天早上 我就很快地写了一个短的本子 就是历史的现场 当人类第一次看到火的时候 发出来了很多的声音 你知道 那我写完我记得觉得很好笑 你知道 因为当人类在那个时候 发出很多看到火 发出很多的声音 到最后竟然都变成火的名词 就是有人说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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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后来的哈 那 就说你可以把所有的 所有的跟火跟热关系的名词 全部整理出来 然后你把它摆到那个现场 然后你叫演员去 把那些东西全部叫出来 你看 这就是意大利文火 这就是中文 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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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热 所以以后 人类的很多的委会里面 就出现火这个字 那其实你回到历史的现场 几亿年之前 他们已经在讲这些字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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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哈 你知道吗 我想要这样子 然后今天早上又做了一个小小的创作 我就觉得很高兴 我的人生怎么可以创作这么多东西 总而言之 那今天大概 那推销也推销出来了 也不能够讲太多 要不然有点 把那个 把我们要演员全部讲光了也不好 你知道吗 最后留一点点时间 看看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问题 怎么想吓 いい 出席 报 就 每一